腾边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手艺 相传至今已经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 然而来到倡导环保意识的二十一世纪 腾艺市场也逐渐跟上了绿色环保的脚步 作为一种天然材料的竹腾 虽然深受喜爱 但也因为山林的过度开发而面临短缺的问题 于是像纸腾这样的仿腾材料 渐渐的就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纸腾虽然在我国不算流行 不过由于它的韧性比竹腾高 编织方法也远比竹腾简单 因此近年来深受手作爱好者的关注 当中不乏透过纸腾编织 来疗愈身心的红斑狼疮患者罗宝琴 纸腾是百分之百使用再生纸制造的环保材料 它主要是以棉纸为材料 经过特殊的机器加工之后制作而成 纸腾是一种很特殊的纸材 它比纸卡强硬 但是又比竹腾柔韧 它这个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发明 它还有打一层蜡的 它的手感是很好 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手的 所以小孩子 大人 老人 都可以玩 这个它很网信 它要怎样 用它的形状都可以 它可以做很多的食用品 我可以做水壶 我可以做盒子 收纳盒 Tissue盒 还有这些纸巾盒 你看它这样 它可以放蛮重的东西 大概3kg到5kg都可以 虽然纸腾已经有一个标准的尺寸 但它可以被包成细条 以制作出更为细腻 精伟的纸腾作品 由于纸腾的颜色繁多 因此手作者可以依据他们的喜好 搭配制成风格各异的作品 它通常是要做一层底层 这个它需要的材料是要工具 它需要的是白胶 剪刀 这些basic的东西 它是做底先 做耳朵然后我们做绳 它的这个蓝指的绳 然后我们结尾 然后我们做一个手提 这个是制作过程 就是看大小 还有看它的细跟粗 这些就比较粗 好像这种的就比较细 细的就需要时间 这些就细 就比较是要长的时间 罗宝勤 这对编织巧手 其实来自于他少女时期 对于毛线编织的热忱 只是踏入社会之后 繁忙的事业和家庭生活 冲淡了他对毛线编织的热忱 直到红斑狂疮找上了他 剥夺了他的事业之路 他才重拾编织这门兴趣 我是2014年发现有红斑狂肠 我之前是不懂有这个病 然后有发烧 过后就医生这时 我是有红斑狂肠 这样我就不可以向外 跑来跑去 就是不可以工作 然后因为之前一直有工作 一下没有了工作停下来 就好像很失落自己 然后就想要有什么东西 可以在家里做 然后我在网上我就看到 一个编织的老师在教编织 我就想到我以前中学时间的时候 有做勾针那种编织 然后我就向他学 学了过后他就介绍我 一个这样的一个子疼 我喜欢他 可以让我发挥很多的思想 说怎样去做这个 创作这个作品出来 然后我在地潮的时候 我就集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沉淀了 然后进行 然后就比较稳定我的心情 很描育我自己 就是看过后那个成品出来 自己的事业这样 陪伴我在那个地潮起了这个子疼 在我很失落的时候 这个编织陪我度过无数的日子 他可以帮助到我在生病的时候 我就有精神寄托这样 患病前的她是身兼多职的女强人 红斑狼疮的降临 虽然夺走了她的事业 却也给了经常忽略家庭的她 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家中 与丈夫和孩子相处 这个病来的也是属于一份礼物 因为它让我静下来 然后让我重新再整理我自己的方向 还有的就是我的另外一半我先生 他就陪伴我做这个编制这个部分 还有那个篮子 我们一起去研究 一起去买材料 一起去创作一个新的款式出来 我们两个人会研究什么颜色 穿什么颜色 什么配料配 什么配 什么好像这个这样就 这是圣诞的那个 它最有青色 然后我佩戴一下 我先生对美术比较敏感 他比较有天分 我是找资料 然后两个人就 一个手掌扎不响 两个手掌扎他都响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 互利互外的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这样 所以那些配搭 有一些是我先生的帮我配搭 然后有一些就是 我去想的一些款式这样 透过用心编织的纸腾作品 罗宝琴学会了放缓生活的步调 这也是为什么 他将自己编织的纸腾作品 品牌命名为 先知手作 Happy Snow Handmade 英文词汇 Snow翻译成中文是蜗牛的意思 他希望通过这一个品牌 呼吁大众 放慢脚步 用心生活 蜗牛是它很慢活嘛 它是慢慢慢慢慢慢的 所以我就是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方式来生活这样 心自手掌是因为心 我觉得是用心去编制 就是用心去亲手编制 这个作品 我们每一个作品都很用心的 因为它要慢嘛 不可以快嘛 就慢慢的精心的 用心的去编制 才有一个成品出来 为了推广 放慢脚步 用心生活的理念 他开办了指头编织工作房 教学工作也让他再一次 走入人群 跟外界接轨 我在做的时候 也因为朋友鼓励我 因为也是有人要学 然后我想要学我就教 现在我就一直会有教课 其实我教课最大的理念就是 他们来学 学了我们在一起 嘻哈哈的一个下午 然后他们又很开心的 编制成了一个成品出来 我做的款式呢 我想到的是让学员 会轻松的去做这件事情 不要有压力 现在的社会 他们全部都很忙碌 所以当他们编制的过程的时候 他们专注 然后他们就会很享受 这个过程过后呢 就对他们有疗愈 做这个篮子呢 其实我主要的推广 有推广亲子创作 就是妈妈跟孩子一起做 这个篮子 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回忆 然后我还想是推广 是青少年 叫多一点青少年 不要沉迷在电视脑 跟那个电话里面 做一些有创意的手工用品 然后还有一个是乐林人士 乐林人他们呢 就是有编这个 就是帮助他们 有那个精神寄托 这样 还有希望是可以 帮助到一些他们 在家创业的 也是可以自己编这些 来维持这个生活 纸腾编织的出现 对罗宝琴而言 不仅是一门兴趣和手艺 在他患病和失忆的时候 他更是一种精神寄托 一种治疗他恐慌 和茫然的精神良药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